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才在附近山上意外地发现尸体 凶手是谁 有何目的 真相至今不得而知 由于匪夷所思的情节 该案件被称为青蛙少年失踪案 列入韩国三大未解悬案中 性质最恶劣 影响最大的一件 今天扁斗给大家推荐的电影 就是由这起真实案件所改编而成的《孩子们》 故事开始 五个孩子 最大的13岁 最小的9岁 相约放学后上山玩耍 其中一个孩子中号披着长长的红披风 不停地跑 说是不能让披风拖地 拖地的话自己就会死的 稍大的一个孩子把他拉过来 将披风拦腰系上 这样披风就不会拖地了 而这就是几个孩子生前最后所留下的样子 孩子失踪当天 中号妈妈突发心脚痛 产生了不良预感 找到其他孩子家 才发现孩子们都没回来 当天五个家长去警局报警 遭到了警察的无情拒绝 警察表示这不是失踪啊 专业术语叫做外出懂不懂 叫做散步串门 不叫失踪 四个月后也就是过了120天 失踪事实才确定下来 案件随即轰动全国 政府派出了军队搜查整座山 家长们也被请去了电视台做节目 不管是被诱骗到了北朝鲜 还是被拐到了日本 只要还活着总能见到的吧 我们就是抱着这样的信念支撑到现在 节目制作人在一旁撇撇嘴 不耐烦的嫌家长的话不够有血头 五个孩子对五个家庭来说代表着全部 但对媒体来说只代表热点 代表收视率 对公众来说也只是茶余饭后的谈资 隔几天就忘得热点新闻 时间一点点过去 新闻失去了热度 孩子们开始逐渐被人们淡忘 只有他们的父母还在不遗余力地寻找着 因为神婆的一句所谓启示 他们可以翻找整辆垃圾车 因为村民说孩子们失足跌进了湖里 他们眼看着警方抽干整个湖 失踪两个多月的时候 钟浩妈妈接到了钟浩的电话 喂 你好 妈妈 是钟浩吗 是我 你在呢 无尽的沉默 然后挂掉 这是孩子失踪后所收到的唯一阴线 钟浩家人和亲戚都认准了 这是钟浩的声音 但线索有限 追踪最终还是不了了之 一位教授和记者却注意到了这个案件 决定以自己的能力来调查 由于钟浩妈妈在接到儿子电话时 情绪过于淡定 他们推断孩子们遇害和钟浩家人有重大关系 教授大胆假设 孩子们的父母为了某些政治目的 故意制造孩子失踪事件 以转移百姓视线 从而左右案发当天正在进行的大选投票 而失踪案所在地正是选票 争夺最为激烈选区之一 于是教授将五个少年失踪案 和一个巨大的政治阴谋联系起来 得出父母杀儿子埋在厕所的结论 即便如此 他是看似不着边际捕风捉影的怀疑 得到了急于靠提高收视率 走出事业低谷的电视记者的认可 一时间警方媒体跟打了兴奋剂一样 再次涌进了这个逼责的小院 在教授的指挥下 对钟浩家绝地三尺的方案正式实施 但最终的结果依旧身一无所获 面对诬陷与栽赃 钟浩父母一直无动于衷 近乎麻木地沉浸在自己的悲伤中 而挖掘结束 人群散去之后 钟浩父母却再也忍不住 钟浩爸爸痛哭流涕 不是因为被教授和记者诬陷 更不是因为房屋被掘 是因为好像别人都已经认为 我们的儿子是已经死掉了 就这样又过了好多年 钟浩爸爸患了癌症 已经时日无度 他和老友坐在路边小摊上喝着酒 感慨着 如果现在再见到钟浩的话 应该也长得很高了 自己应该也认不出了 血稀稀利利地吓着 越吓越大 他直到死亡也没有再见到孩子一面 家长们再见到孩子的时候 当真没有认出来 不是因为孩子长大了长高了 而是因为摆在他们面前的 是一堆四零五散的骨头 案发后第十一年的一场大雨 爬山的行人偶然发现了 落叶丛中的白骨 警方在落叶堆里挖掘出了 五具小孩白骨 和他们身上一件件腐烂的衣物 初步断定就是失踪的五个少年 对孩子活着仍抱有希望的母亲们 意识并不肯相信 直到发现到腐烂的衣服中 孩子常穿的校服和红色披风 才悲痛无奈地承认现实 五具尸体被整整齐齐地摆在停尸房 只有旁边的鞋子衣物 在诉说着他们的身份 等了十一年 孩子们回来了 但没人知道他们死前发生了什么 一位妈妈甚至说 是已经去世的钟号爸爸 将他们从土里推出来的 看到家长的悲痛 和警方草草结案的消极态度 记者决心查出事情的真相 经过各种调查 最终通过线索认定 嫌疑人就是熟悉小镇的外乡人老朱 记者找到了嫌疑人住处 并潜入房间搜查 他发现老朱捆书的季节方式 跟少年被捆绑时衣服的季节方式一模一样 加上老朱在屠宰场工作 有作案的工具和能力 但记者的调查很快被老朱发现了 使得女儿也受到了老朱威胁 老朱在女儿身上 寄了个与死去孩子们一样绳结 似乎以此来暗示记者停止调查 愤怒的记者来到屠宰场找到老朱 质问无果后 与其直接肉搏 最终终于得到嫌疑人恶狠狠的回应 大叔 你有证据吗 确实 所有的疑点都只是猜测 警方是不可能根据这些虚头巴脑假设立案的 无可奈何的记者只得躺在地板上疯狂喊叫 根据法医鉴定 部分孩子头颅上有被盾气击打的致死痕迹 很像是用尖锐的长钉定进了头颅 遗体被以特殊的绳结记者 可以推测 他们是被记成一团来承受暴力 孩子们死亡之后 尸体特意被转移到了去村子不远的山上 也可能是凶手本身在炫耀能力 案子已经过了公诉期 真相如何 至今人就是个谜 甚至于 逍遥法外的凶手也很可能看过这部影片 并在荧幕前为他的罪行而洋洋得意 如此想来 真是细思极恐 恭喜你 节省了两个多小时又看完一部电影 对于这部影片 悬疑不是重点 黑暗也不是重点 爱才是 中浩父母遭受过的教授和记者的质疑 并不是空学来风 因为那通电话根本不是中浩的声音 他们伙同亲戚编织了谎言 原因是因为当时舆论快散了 几乎没有人愿意为这个案子出力了 他们不得已才说谎 唤起警方和媒体的再度关注 毕竟 哪有当妈的不知道自己孩子的声音呢 无可指责 这是父母对儿子所能付出的最后的爱 听故事聊电影 更多基于真人真事改编的影片 我们日后接着讲 喜欢贬豆的解说 别忘了点赞分享 关注留言 扫码订阅我的微信公众号 剑片投稿合作 跟贬豆来点私密互动 咱们下期见 拜拜